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天梦想驿站 中天梦想驿站 今天我们想为大家制作的主题是 与大自然共处 人类经由工业革命 或者是过去对大自然的掠夺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者 但地球永远才是真正环境的主宰者 我们对地球的破坏 导致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反扑 而这些反扑呢 某个程度它也威胁了人类未来的生存 今天中天梦想驿站 我们想做几个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叫做种树 树林的砍伐在过去这几百年下来 成了我们破坏生态里头非常重要的议题 如何重新的把树林恢复成了一个重大议题 有人就投入这个工艺项目 这个工艺项目里头最著名的 是一个印度的森林之子 在印度森林开发也是个严重的议题 然后他来到了台湾 他希望把全世界对于种树这个工艺项目 都有共同热情的能聚集在一起 并且教导台湾人如何加入世界种树运动 一片土地需要什么才能活 有一群人致力于种树 如果树可以投票 那他们应该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印度森林之子扎达夫佩阳 种树就地球基金会创办人 来自德国的菲利斯 来到台湾跟树王赖贝园见面 其中年纪最轻的菲利斯 9岁就开始号召种树 1997年出生于慕尼黑的菲利斯 受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发起绿带运动的万加利启发 他决定串联其他同学 一起采取行动 他们深刻认识气候变迁 对环境的影响 然后做成简报到各地演讲 2010年他和伙伴们 创立了种树就地球基金会 然后他们邀请大人们一起参加 停止无谓的讨论开始中树 儿童们的行动在全世界 引发热烈讨论 他还受邀上联合国发表演说 当年他14岁 因为我们的孩子 森林不是只有 一万人生命 但我们的孩子 森林是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的孩子 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们想想想两个主要危险 危险危险 每天30万人死亡 每天30万人死亡 在一个巨大灵的世界 和一个地球危险 贝利斯串联全世界的儿童 在每个国家都种100万棵树 他首先在德国成功种了100万棵 目前他带领的组织 已经在全球种了129亿棵树 赖贝原的森林 首次有国际种树同好来访 他特别准备了林子里最陡的坡 邀请他们一起种树 除了贝利斯之外 这一位来自印度的朋友 丝毫不需要借助工具 双手爬土 30秒种好一棵树 他是扎达夫佩阳 人称印度森林之子 从1969年代的森树 中五年代的森树 在有1919年代的森树 在The 森树里中身份 在外的森树 雕树 非常有的森树 我们的森树 而芥朕的人 因為芥末的人 只能夠吃藥 這裡是雅魯藏布江中游的麻酒利島 加達夫沛洋 每天都會赤腳 徒步進森林 這個森林的面積有550公斤 但它小時候這裡是一片荒芒的土地 他独自在河岸边 想着想着伤心地哭了 二人说如果种些竹子 也许生物们就不会死了 从此之后 他真的开始独自种树 一棵树 两棵树 最后成了一片森林 当地人用扎达夫的小名 将这里取名为木莱森林 从此之后 用石頭吃人也收上衹 把膩要搭和他們 bred 接著是用 dijo 好像 sembra 人們非常安靠 整個媒體再 lean 森林出现了 动物们也回来了 2008年 一百多头野生印度象 在森林里定居 却又引发了人类的不满 后来他种香蕉树给象群 终于阻止了一场森林浩劫 意外的是 这群象群的迁徙 引发了印度林业部门的注意 加上印度当地记者报道 一人种森林的事 才就此传开 他们都非常清楚 没有了森林 地球将面临生态豪杰 勤动力十足的菲利斯说 未来的人们将会以我们 是否好好处理气候变迁问题 既得这个时代 人们都知道 全国在2011年 但是很少人知道 是在2006年 和2011年 Syria有最大的灵状 在900年 当时 80%的所有生物 都死了 約800,000的農民都移民從地上到城市 這當然導致了很多地區的問題 這就導致了戰爭 這就導致了戰爭 我們台灣的時代 這就是寶島 就是綠洲 經過14個國家 這個外島 農中沙漠 這就是要靠這裡的錢 靠這裡的生態動物 你知道我都是保守的生態平衡嗎 沒有做的用力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理解這麼簡單的道理 是人類需要森林 或是森林需要人類 每年颱風季節來之前 許多市政府 地方政府 都需要好好的修剪樹 但你只要攀樹師 也就是爬到樹上 好好地剪這些樹 第一個 免於大風的摧殘導致這個樹倒 但是第二個 你要修剪成它夠漂亮之外 它本身還有能力再生長 這個東西是需要證照的 它可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 讓我們來看我們的記者 黃慧玲所做出的攀樹師 特別報導 想像自己是一隻飛鳥 可以在樹梢停歇 在樹上築巢 可以聽著風吹樹葉的沙沙聲 安然在綠蔭枝芽之間睡去 它是翁橫斌 全台灣第一個攀樹人 有些樹你會有很直接的感受到 爬那麼高的時候 它會它在保護你 25 26 27 27 27 這裡是大綱國小 門口有一棵百年樟樹 這一天它來教幼稚園的小朋友爬樹 這是畢業生一定要完成的學分 我們心裡要爬樹對不對 你們看一下上面 好棒喔 我要爬最高喔 你要爬最高喔 我也要 很害怕怎麼辦 發抖 不用發抖那怎麼辦 尖叫 尖叫 這一棵百年樟樹有12公尺高 日治時期就在這裡了 那時候沒有學校 沒有道路 甚至可能也沒有城市 也許就是一片森林 根據20年前畢業的校友說 這裡以前是一整排樟樹 現在只剩下校門口這兩棵 老師說你要是爬上了這棵樹 長大之後永遠都不會忘記它 說是爬樹其實比較像是攀樹 翁橫斌在樹上吊掛起十幾條攀樹繩 為小朋友穿戴好防護錯失之後 十幾個小朋友一個個像毛毛蟲一樣 奮力往上爬 妳推什麼 推什麼 對 妳準備好了嗎 好 預備 1 2 3 踩 踩 不要翹屁股 屁股要往前 然後要推什麼 推什麼 趕快推啊 對 還好妳很輕 我要去樹上找外星者 我剛剛看攀上去的時候 我看到樹好高 然後就趕快留下 可是我在下面看到一個東西 那個雲啊 長得很像那個龍還有牛 還有我覺得只要平 藏在桃園的嬌山裡 這裡是翁橫斌的攀樹基地 這一棵是高20公尺的襄南樹 做好防護錯失 並且在樹上保持平衡 翁橫斌可以輕鬆地在樹上飛躍 說他是攀樹師 更像是指頭上的芭蕾舞者 爬那麼高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樹的 真的它那個生命力很強壯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風那邊吹 可是我在上面跟著它咬 你害怕也是在那邊咬啊 那不會害怕 就是好好的享受它 歐橫斌2015年 通過了國際樹木學會 ISA的資格考試 ISA在一個世紀前成立 是為了伐木需求 眼片至今多數用在修剪與維護樹木 它是台灣第一棵樹木 例如說樹一定會有枯枝啊 那它也有可能會長得不健康 枯掉的死掉的 有問題的要去掉 國際樹木學會他們的 就ISA他們的 對於那個修剪就是 他們也不會沒事去修剪 因為他們不是做造型嘛 所以他們會說 這個樹它可能哪裡有問題 我們怎麼修比較好 而且修的位置要對 它才可以很快的 癒合那個傷口 所以是為了那個樹的健康 去做修剪跟整理 例如松菸園區裡的樹 既需要細細修剪 也不能傷了樹枝 然後掉落破壞古蹟 這就需要翁橫冰出馬 它修整過最難忘的 是台中的千年嘉東樹 老嘉東極受愛戴 是當地民眾的信仰中心 把時間往回推 這棵樹 宋朝時期就在了 聽說我們還沒去看之前 是很不健康的 例如說葉子 正常的葉子可能要這麼大 那因為根有問題 養分散不去 葉子變小了 那個都是一些徵兆 那我去的時候 已經比較健康了 那我們是上去做幫它 做整理嘛 就是長太密啊 梳開一點點 像剛剛說 讓那個風可以通透 那一棵是我修過最大的樹 這裡是台北美麗的街道 我們會記得它 是因為清脆蒼玉的樹木 有小鳥棲襲 有綠印遮陽 有涼風襲襲 當樹木太過茂密時 潘樹師會現場評估 然後在正確位置細心修剪 避免樹木感染 用剪頭髮來比喻 就是打薄 但很多人經常是為了求快 出動吊車 粗魯的把行道樹 理成了大光頭 如果說你把它 整個直接把它 我們叫砍頭嘛 英文叫Tapping 就是把它切掉 因為它樹是需要葉子嘛 那你砍掉之後 它會少 頓時少很多葉子 可是它如果還活著 一個是這個未來 這邊會長得很密集 風吹過來會過不去 那如果說它的支撐又不好 長一圈的時候 風太大會把它吹到 樹是地球上單一個體最大 活得最久的生物 神木動輒百年甚至千年 在歷史的長河中 相較之下 人類只是戰界樹嬰 稍作休息 我們拍到一半 翁橫斌忍不住躺在了半空中 他說最難忘的是 他曾經在樹上 跟毛頭鷹一起過了一夜 就挺很近 大概離我不到三公尺吧 他可能也沒有看過有人睡在樹上 所以他一般看到人 他應該會跑 但他也沒有 在很多文化中 樹是有靈性的 翁橫斌是個無神論者 但他說 當他攀上南投一顆紅塊的時候 他覺得在樹的懷抱裡很安心 我覺得你尊重他 他會尊重你 我覺得是這樣子 樹從遠古時期而來 他看過了無數成昏 那朵雲 那些爬蟲類 人類是最後才來的 即便不想太遠 光看城市裡迎風搖曳 被細心整理過的行道樹 也是很美呀 在19世紀的時候 英國人因為渴望 擁有中國的茶葉 但是不要把大多數的外匯存遞 都流向了中國 他希望中國能夠 和英國進行貿易交易 乾隆皇帝拒絕了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年 然後19世紀開始 英國東印度公司 一方面 他打了鴉片戰爭 第二部分 他也在印度 跟斯里蘭卡這些殖民地 開始種植了茶樹 而在印度呢 現在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茶葉 叫大吉林茶 你以為它是原生中 事實上它是英國殖民時代 所發展出來的茶 經過這麼多年下來 印度人認為 雖然這個茶是外來的 但是他們希望能夠有生態的茶園 這也是印度人學習 與大自然共處的一個重大的努力 這個茶園叫馬凱白瑞莊園 印度古老的生命之河 更古一來生養眾多生命 茶在19世紀才開始在印度生根 這裡是馬凱白瑞莊園 他是印度人自己建立的茶園 最特別的是 這裡的主人憑藉著茶 為土地建立永續的生態 為整個村莊的居民 找到新生的力量 所以我來圖寫了一首曲 这个魔葉老大 我來圖寫了一首秀 它的美麗 所以熟了一首 topic 这都 Torot燮 Easternatanne ハーコ 在这些人的树, 这些人都会在一起的细节 在这些人看着, 在这些细节连续, 在这些人都会在这些人的细节, 在这些人都会在一起, 这些人会在一起, 谢谢。 村庄的灵魂人物, 是马凯白瑞庄园的主人, 拉加班纳吉。 他从家族继承的茶园 是印度第一个有机茶园 谈起印度种茶的历史 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 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从中国输出的商品 茶叶占九成 是国库收入的10% 之时 英国人急于打破中国的垄断 眼光看向了殖民地印度 罗臣是印度茶叶商人 对茶叶历史非常有兴趣 当初英国人 靠着强大的科学研究团队 并且进行海外植物探勘 研究移植茶树 当时的研究团队告诉东印度公司 最佳的种植地区在印度北方 甚至建议 甚至建议雇用中国人来教印度人如何种茶树 1824年 1824年 科学研究童和技术 他们提供了人去招牌权 像茶叶 茶叶 然后再建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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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罗伯特 一百多年前,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弗琼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希望获取红茶的秘密。 他化妆成中国人,甚至学会了中国话, 耗费三年时间在福建武夷山茶区认真研究,终于掌握了红茶的制作技巧。 福琼意识到,仅靠技术和茶种还不够,他说服了吴依山八个技艺精湛的茶工,与他一同去印度。 后世对于福琼有许多讨论,他在中国带走许多茶种,运到加尔各达之后, 让印度的制茶产业很快地超越中国的品质和价格,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植物猎人,也是史上最大的商业间谍。 我必须要和你介绍到我的胸囊。 这位先生,我们有望的,他长发了4目6岁,但他用胸皮像胸囊。 他匙上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会给到指示,在那需要去停止。 他名字是Indra,他为了这个胸囊子。 当然,他将用了拍摄,他居住在身上垂中, 没有人能触摆和他,再配合他。 年轻时期 班纳吉原本没有想要回茶厂 他在剑桥大学读书 但他最终回到印度 开辟了第一个有机茶园 我们用了几千吴汁 每年多的一千吴汁 这必须很好管理 因为汁汁不太好管理 然后它变成污染 或者你会失去食物 所以它必须正确 他将这里七个村庄 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 所有的资源一起共享 它并且让农民放弃化肥 感用有机种植 生态恢复平衡 土地获得生养 庄园名声远播 有人远到从国外而来 体验纯净的自然 与纯朴的村落生活 村民的生活也因为茶园的收入 因此建立了免费的学校 幼稚园 图书馆和医院 村民们的民宿 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个生态茶园改变了一整个村庄的生命 2022年 全球经济委员会 授予班纳吉最高成就奖 对于班纳吉来说 更高的奖赏来自村民的变化 这里每家每户的大门从不上座 每个人都用真诚的笑脸 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印度人从殖民的苦 种出了香甜的未来 在台湾十大陆拥挤的巷弄里头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小曼茶房 他现在也在上海开启了小曼茶房 小曼本来是一个和他原来的前夫 一起留学在东京的平凡女子 但是他休息了茶道在日本 然后爱上了茶 和先生离开之后 他回到了台湾 开启了小曼茶房 刚开始的时候 他当然带进来了日本的茶道 慢慢的他把原来中国传统 跟台湾的功夫茶 全部集结在一起 小曼茶房等于是一个把茶 跟大自然里头的原木 跟人生活里头静谧的一种 从容态度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 为大家介绍小曼茶房 当空气中所有的尘埃都落定 让空间里只有夏天清新的青草味 深深呼吸 让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件事 写字 那我从写字里面得到很多的快乐 因为他让我在写字的时候 我不会想别的事情 我很专注 当你心一乱 写出来字就很乱 当你心一静 写出来字就很静 他是小曼茶房的主人谢小曼 爱书法 懂品茶 闪茶花 爱一切生活里让心安静的艺术 坐落在师大附近的巷弄里 他的小曼茶房在喧闹的世界里 享有一方宁静 茶房改装自他住了十多年的老家 当年前后庭院 种满了父亲亲手栽种的植物 如今仍然充满绿意 而他将屋内空间打开之后 惊喜发现 母亲的美感早就已经铺在地上 与他相伴数十年 我就问了妈妈 我说为什么这里的 跟那里的完全拼的感觉不一样 好有趣 她说因为这里是客厅 这是房间 它特别营造一种不同的层次感 就一打开以后 它简直就像一幅 一种抽象画 它没有那么自视 然后也没有那么规矩 可是拼堆跟拼堆之间的颜色的色差 还有比例就让我们呈现 它好像是一幅画 坐在地上 茶房的空间布置 很能体现主人的风格 谢小曼曾经留学日本 在日本百货工作 非常崇尚日本 Wabi Sabi的美学 Wabi Sabi 中文翻成 恰吉 代表着简单 朴实 留白鱼韵 一点点的残破老旧 去欣赏 不完美 并且从中理解 孤寂与清贫的力量 因此 它的茶房几乎空无一物 却也蕴含着日本人的简法哲学 家具也都是有历史的 无数人抚摸过的厚重木质桌椅 它喜欢亲自布置空间里的每一朵花 即使一点点细节 也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咸识茶花 然后寄一壶茶 这是秋天的铁观音 它将大自然的味道 浓缩在一滴茶汤里 工程我们喝茶是喝一杯 好多一杯好多口 慢慢喝 所以它不能太浓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只喝一滴 就是一小口的茶汤 那必须在茶道是非常明淡的 不能太薄弱 不能太淡 所以这一杯我就是特别加强的力量 然后它的浓浓的口感 喝一小口而已来表现出来 钻研茶道数十年 他同时也积极在日本各地举办茶会 分享他对茶道的心得 这一天 他的茶会特地邀请两位来自日本的书法家和陶一家 一起展现生活的美好 穿着和服的书法家 站着写大字 优雅而从容 他二十多年来钻研诗词 书法自描述的 是他对夏日舒爽清凉的感觉 在一个两种的夏日之后 就是黄花落下来的时候 然后有看到那边的小花 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仪式炉寺 而来自福岡的陶一家 这几年专心在火候极难掌控 变化极大的柴烧窑 日本ではもう巻き釜を始めて何年も経つんですけど 未だに試行錯誤という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多くて 台湾の焼き物屋さんはちょっと知ら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僕は釜を焼く前にお酒とお塩を釜に捧げて焼くんです すごい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以石原先生的陶杯品茶 一边欣賞西原老师的字 空間中每一朵花 每一個器皿的配置 都出自谢小曼的手 然后他请大家静坐 共同欣賞茶湯的甘甜 他用很帥气的大壶泡广东的凤凰丹丛 去年采摘的茶叶冰占之后 散发甜香 在盛夏暑期中令人心神俱进 生態跟自然野放的茶 是我在这几年一直喜欢 去追求跟去实践的一个理想 就是说真的干净的茶 跟的好喝的茶是什么 它让你身体喝下去是很放松 甚至会喝到一种很自然的纯净的口感 而不是透过很多的肥料 或者是加工的香料茶 去表现另外一种层次的一种华丽的美 它更是一种静态 甚至是内在 甚至是一种纯净的美 谢小曼的茶会主题都经过细致的思量 初春时节在东京的茶会 取名为湛 它与花道家合作 边品茶边赏花 迎冰茶是具有盐谷花香的盐茶 而盛夏的茶会取名为野 平邻关于步道旁的河窗边 台湾的野放冰茶加上夏日水果 茶汤清新甘甜 余韵久久不散 我们采访到一半 茶房由远客来访 让谢小曼惊喜不已 请你进入 你好 你好 请你进入 请你进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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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她年轻时期 住在日本的房东一家人 来台湾旅游 特地来拜访 风雨 故人来 这个下午的茶房 多了温暖和一期一会的美好 谢谢 请你进入 对 因为洗茶 而后赏茶 品茶 再到茶席和空间 然后延伸出花道 陶逸 书法 而其实 朝经 喝茶 插花 都是静心 心情宁静 日日都是好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最后为大家介绍 今年唐奖法治奖的得主 他是来自加拿大的法官 Louise Abord 他个人过去最重要的成就 是对于南斯拉夫的大屠杀 他是这场大屠杀 国际战犯法庭的法官 年轻的时刻 他就像很多叛逆的年轻人一样 他对法律既有的体制 如果超越了正义 或者是滥用了法律的权力 压迫了正义 他认为这样一个法律系统 是不值得尊重的 某个程度 他一直有一个信念 正义超越了法治 但另外一个部分 他也谈到了街头民主的危险 他说让年轻人有一个空间 去挑战既有法律的极限 但另外一个部分 年轻人在挑战这些街头 既有法律的极限的时刻 也应该想到街头民主的危险 我们来看他一生所带来的正义 与法律之间的思辨 1995年代中期 前南斯拉夫的一个村落山丘 一句句尸体散布在冰冷的土壤中 总统尤塞维奇被取控 在战争中下定进行总统屠杀 联合国国际战犯法 民检察官路易斯·阿尔布尔 不顾各方压力与阻力 抱着决心与耐性彻查到底 正义出集这部电影 根据真人真实给编 比罗塞维奇被迫下台之后 随即被逮捕并递交海牙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被送上国际战犯法庭的 前国家元首 真实世界里的阿尔布尔 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出身 由于常年在国际社会上 为争取正义及维护人权而努力 因此获选2016年 杭奖法治类得奖人 阿尔布尔表示 法治可以是追求正义的途径 但是也有被误用的威胁性 至于法治是由于法治 但为了他们认为任何法导致 那是我的意义 所以它不是一个意义的 由于法治为法导致 阿尔布尔在退休前 另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以及国际危机预防组织ICG的主席 对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行动 也有深入的观察 对阿拉伯之后 对阿拉伯之后 对于这种旧的执行是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到 在什么叫阿拉伯的冬 我不是很不确的冬 如果你看到什么冬 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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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布尔进一步谈到街头民主的危险 阿尔布尔对于阿拉伯之春之后 在叙利亚及伊拉克等国 趁着内战动乱而崛起的伊斯兰国 也感到无心 我们看到这些流行的组织 我们称呼他们 非国家人 是组织的组织 对于很多情况下 有很多力量 他们有钱 他们有武器 他们有创造的 创造的 在时刻很反弱 但是 international law was not designed to contemplate that kind of action 所以, again 这就是一个 where the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 think is going to need to evolve to contribute to the sort of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it'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se groups are not amenable to peace negotiations they don't want peace they 而针对极端恐怖主力蔓延之下的欧洲难民危机 阿尔布尔提醒欧洲民众 不要忘记他们也曾经是流离失踪难 国家人人很大散到其他的自然的政治 他们是他们们的心理这个主意 残忍者们的信息 为他们他们任何才会没有保障的保障 所以我认为这些在到了现在的城市 表现很兴趣 是一种重奉的一种非常理想法的规则 阿爾布爾相信從長期看來 人類的善意與理性 終將超越自私與坦塌 但是短期而言 歐洲那名危機的現況 並不令人振奮 不過她還是很肯定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表現 我覺得她知道 她知道 那會有一個抗爭 和一個抗爭 而且她仍然維持這套誓 為了國立的勢勢 是非常嚴重 在評論中的評論 並且追求最低的標準 我認為這是一個抗爭的勢力 所以她,我認為她自身為一個大勢勢 我認為現在她必須勉強 而不是抗爭的抗爭 抗爭的抗爭 她.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the danger of extreme right political forces taking over is such that if she has to make some compromises to preserve the core of her policy, one would be hard-pressed to fault her. If her political judgment were that it's better that she makes some compromises rather than risk Germany sort of being turned over to extremist on the sort of far right movement, I would certainly understand that position. 阿尔伯恩女士在青少年时期读的是天主教寄宿学校,担任校刊助主编,在老师的眼里是个叛逆的孩子,这与后来的法官生涯似乎很不一样。 专访最后,她以自身的叛逆和体制内改革经验,提出对年轻人的继续。 这对我来说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一切都很惊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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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切都很惊讶。 我是奔波兰范里,中国人的主动特派,我一切都很惊讶, 同一切都很惊讶, 我想要许多是很惊讶,我一切都很惊讶,我一切都很惊讶, 我一切都很惊讶,在这种程度上离人和选择立案上离人。 如果,你太人太恊讶了大臉的人的继续老,我一切都很惊讶,我还是要过了很少的。 I was rebellious,but still within...I pushed the system,but not to the point of stepping outside of it.I'm very pragmatic.I believe in results.I believe in consensus.I believe in trying to bring as manypeople as possibleinto a core,you know,lead from the center.So yeah,we grow up,and then we become judges.What can I say? This is today's dream of the end of the day we made.We talked about people and 自然,how to maintain a平衡,and respect each other.We talked about the 平衡 and law.It leads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It is a very scary thing. I believe in the rules of the world.It is a very scary thing.It is a terrible thing. The fact is that people are using different ideals,and living conditions. We found to be safe in our world.It is a special moment to see you in the end of the day. We see you in the end of the week.Bye by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